好 接下来是生态的消息 当我们谈亚马逊与林的时候 您的概念是什么 亚马逊与林周围有八个国家 八月份会一起讨论 怎么样保护亚马逊与林 那么会前的抗疫接连不断 因为亚马逊与林承受了 滔金 烂肯 工业污染 它的土地和河流都已经受到伤害 亚马逊与林整个范围里面 蕴藏的石油要不要开采 其实是争议最多的焦点 在石油收入 还有保护整个亚马逊与林的生态 之间要取得平衡点 非常不容易 秘鲁东部的洛斯阿米格斯 黑色迁移鸟落入诱补网中 放声大叫 但科学家们诱补它 只是为了检测它的健康状况 真正会伤害它的 是这一带四万六千名 沿河开采非法金矿的非法工人 南钓如果出入桌上 水天域连大ored 是中国荣 transferred 共产出自为炸化益 所以导致炸相应 所以你们可这次 остав试 揣化它 使用了三种что 令到填辈料 熟才圾环 蓝机的统缙 较输出 气的中心 无论急性或慢性拱中毒 都会对人体的神经与内脏产生危害 比人类体型小的羽鳞哺乳动物们受害将更严重 研究人员抽取各种体型的羽鳞动物血液样本 包括鸟类 蝙蝠 野蜀 各种镊齿类动物甚至猴子 初步结果显示 拱污染已经由环境进入它们的食物脸 想让人类关注拱污染伤害了野生动物 就得说出发展中的事实 这里非法采金矿已15年 所有工人的健康也受到影响 8月8日到9日 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会议将在巴西的贝伦市举行 这个人口超过200万的都市 曾是赤道通过的最大都市 居民抱怨就在市郊 工业废弃物严重污染河水 参加峰会的各国元首怎么不排行程来看看 联合国第三世界气候变迁大会 2025年也将在贝伦市举行 但曾经生态丰富的贝伦河 如今已经泥泞脏污 充满工业废弃物 鸟儿穿梭在河岸边 恶臭的泥泞间 它们能找到的食物越来越少 一切已成往事 如今的亚马逊与林郑被人类惊吞蚕食 除了河流污染 还有不断扩大的农地烂肯 任意开采石油等等 巴西原住民族卡亚波人的一位酋长 非常着急 因为上一任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任内 放任农业烂肯 与林面积大幅减少 大大的纯盘在老酋长的文化中象征财富 但他知道雨林不是哪一族的私产 更不该过度使用 卡亚波人在亚马逊与林内的保留地 已被大豆田包围 有八国代表将出席的 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会议 也没有邀请老酋长 今年初巴西换上新总统鲁拉 新人新政下 亚马逊与林遭砍伐速度减缓 7月份达到2017年以来最低 但还是不尽理想 因为真正有意义的数字是森林复原的速度 砍树只要一瞬间 而种下树苗到长成有固碳能力的大树 需要几十年 威胁着亚马逊与林生态系 与原住民生存的还有石油 与林范围内已探勘到油矿 开采石油除了伤害与林 可能的泄漏更将重创生态 面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 探勘专警申请 巴西环境部长表示 会请相关研究机构展开还评 但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中 至少有四国 包括韦内瑞拉 巴西 苏利南 和贵亚纳 难以拒绝这黑金 能改善国家经济的诱惑 这场亚马逊与林八国峰会 会带来保护还是伤害 仍难预料 TVBS新闻综合报道